中国南海岛礁在中非关系改善,两国商讨如何推进南海主权在我,共同开发行动之际,美国却在未缓和的南海局势操心。 美联社AP7月30日以菲律宾对中国无线电警告表示担忧,为题发布文章,声称中国南海岛礁建成后,加强了对南海空域的管控,对菲林南沙岛礁的菲律宾空军飞机进行了多次无线电警告。 原文如下,非关元7月30日当天表示,菲律宾对中国越来越多的无线电信息表示关注,中国通过无线电警告,菲律宾飞机和船只远离中国南沙群岛。 数据显示,2017年下半年,菲军用飞机在中国南海南沙群岛人工岛附近巡逻时,至少接到中国46次无线电警告,菲官元称。 这些警告过去几年,一直来自于中国海警的公务船只,但菲空军怀疑现在的无线电警告信息是从中国扩建后的南沙岛屿发出的。 那里安装了强大的通信和海空间测设备以及覆盖范围,极广的远程防空导弹。 菲律宾军机在南沙群岛一带巡逻,靠近中国所见的岛屿时,便会接收到中方警告。 根据菲律宾官方报告,仅去年下半年,这类警告,就高达46次。 目前中飞在南海部分海域存在主权争议,同一块海域,中国称呼为南海,菲律宾称为西菲律宾海。 菲官方报告指出,中国的无线电信息,有意对我们在南海行驶侦察权的飞行员采取措施。 今年1月底,一架菲律宾空军飞机在中国建设的岛屿附近巡逻时,亲身遭遇到无线电警告。 当时,中方通过无线电说道,你威胁到了中国岛礁的安全,请立即离开并且保持距离,以免造成误会。 紧接着,无线电发出隐晦的恐吓,菲律宾军机,我再次警告你,马上离开,否则你将付出代价。 非空军飞行员接着看到中国岛屿,上发射了两枚信号弹作为警告。 非官方报告指出,那座岛屿应当是南宣郊、菲律宾非法占据的南沙中叶岛。 2017年4月,非空军两架运输机上搭在菲律宾国防官员,以及大约40名记者降落中叶岛。 中国用无线电发出了强烈的警告,中方警告菲律宾军机,你们侵犯到中国领土主权,为了避免冲突发生,劝告你们立即掉头。 中国南沙主币礁距离菲律宾,非法,占据的中叶岛近22公里,非官员衬,主币礁曾经是一个露出海面的珊瑚礁,现在看起来像一个小型城市。 夜晚主币礁发出的亮光清晰可见,在白天可以看到岛礁上的跑道和天线,美国第七舰队表示能够证实中国在南海发出的无线电信息增加的情况。 美军第七舰队公共事务官员克莱多斯指挥官称,我们的舰队与飞机都有观察到无线电信号有增加,而且似乎发自中国南海的新舰岛屿,但是这些讯号并不影响我们执勤。 多斯指挥官称,美国海军舰艇和飞机,经常与包括中国海军在内的地区国加海军进行通信,绝大多数通信都是专业的,如果发生不专业情况,那么问题就会通过适当的外交和军事渠道来解决。 菲律宾空军官员表示,面对中国强硬的无线电警告,非空军飞行员通常会照常进行巡逻,继续执行任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